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 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 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哈喽大家好我是奶茶 大家好我是杰西大叔 你为什么永远opening都这样呢 这样子大家才会有期待 然后每次要看杰西在开场的时候 到底要闭闭闭 不是啊是你最后都会歪掉啊 我一直都是歪的啊 好我们今天呢 因为要解决奶茶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上次真的想到 想到就给大家脸书就开始许愿大神 可是你看大家真的很在意这件事 我没有什么很在意耶 我还好 你真的不在意吗 我就 我是乱丢的那一心 所以你是那个退房的时候 毛巾会丢满地的那一种 没有哦 我跟你讲我退房的时候 我会把布置品全部集中在一起 布置品 对 全部集中在一起 对你喷麦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 第一个是方便打扫阿姨收布置品嘛 然后第二个是方便检查 自己有没有遗漏东西 我下次要请打扫阿姨来录音 因为打扫阿姨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你先找得到再说 一定可以了 我跟你讲那个房屋 我会说真的真的会很多murmur 所以一定要上马赛课 这样子是吗 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房屋真的是最没有声音的那一块 我们就是要把这种 在各种角落没有声音的人挖出去 像之前我们那个讲积物的部分 大家回想还蛮多的 而且他们会觉得 有被重视 对 然后到底是积上那么多人到底在干嘛 这样子 对 先讲一下你那个脚踏垫的事情 好 我们回来讲 你总是会歪楼的 没有关系啦 好 因为呢 脚踏垫永远在台湾的饭店 每次洗完澡之后 门推出去或拉进来 脚踏垫就会没起 因为你喜欢它公公整整 平平安安的 没有 我可能有心理障碍 我跟你说 我真的可能有心理障碍 强迫症 不是 是你如果没有踏在脚踏垫上 你可能会滑倒 哦 所以我就会觉得他应该乖乖躺在地上 可是他永远不会乖 哦 所以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那时候就放了脸书 然后我今天也特别请到 我资深的同学 哎 刚刚我们还没有问 他在节目里面要叫什么名字 他 他叫Cat啊 OK 好 Cat 好 那我要出场了吗 对对对 你要出场了 哎呦你开了哦 所以我要唱歌 唱歌吗 好 他是 好我们今天请到Cat呢 Cat是我的 非常资深的好朋友 他是我国中同学 资深 资深啊 资深啊 大家都知道奶茶有多资深 所以OK 干嘛这样 然后你们又是国中同学 所以 他刚刚讲完了 我告诉你 现在要好好认识 跟珍惜你的 二十年以上的同学 好不好 真的 没错 真的 缘分很重要哦 对 那所以呢 我这个同学呢 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工作 然后他先生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工作 我们请他先稍微介绍一下 他的工作范畴到底是什么 哈啰大家好 我是Cat 我的工作呢 是设计师 那我先生他是做古迹修复的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你们全部都是在设计 搞设计就对了 搞建筑 没错 我们就是建筑士家 建筑士家 所以就是跟饭店设计 房间设计 房屋设计 这种东西有关系 是的 OK 好 所以呢 他真的开了 很好就是要这样 我们刚刚暖机暖好久哦 不是嘛 因为太多角度了 所以我们要试图的开发他到底能讲什么 这样子 真的 我们最喜欢开发人家的钱了 OK好 倒没问题 因为通常是聊到一个小时之后才开始 开始讲那些不能才的东西 我们上次讲 找了饭店人来讲饭店 大概是快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聊开 所以我们现在养成一个要暖机的习惯 OK好 我要先问脚踏店的问题 Kat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饭店设计师或房间设计师 在设计浴室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care到脚踏店 会不会乱跑这件事 你可以给他直接的答案 不关我的事 没错 就是不关我的事哦 为什么呢 你就想想看嘛 你想要美丽呢 还是要食物 这基本上中间其实是会有一些冲突的啦 所以你只管美丽就对了 没错 原来是这样 所以在住客会遇到很多功能性上面的问题 不见得是设计上的问题 很多问题其实不是我们设计师可以去控制跟决定的 这是有秘密是不是 没错 到底什么秘密呢 就是有关钱的问题吗 还是有关你有老板这件事呢 可以这么说 OK 所以你也曾经遇到过观念上有落差 或者是说 业主他的交代跟你的想法 觉得这应该是设计师基本上会 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 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 为什么 就是你的想法跟业主的想法 或跟房子本身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是啊 那怎么办 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持续沟通 这是正向的说法 好像每个这种设计相关的都要一直跟业主沟通 那怎么办 如果你有你的坚持的时候咧 如果坚持不了的话 就是慢慢慢慢的 没有读他的讯息 以读不回 不读不回 设计师也是需要有 跟前女友一样这样子 你今天干嘛一直提到前女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哪有喔 我哪有一直提到喔 在第一次提好不好 我刚刚去厕所的时候你一直会讲前女友 那我可以请问一下前女友是什么时间的事吗 大概 大概 她也歪楼了 她也歪楼了 没有 那个东西是我体贴我的客人 有男生有女生 所以那边就会固定放这些小东西 我觉得要还原一下事件 然后等一下就歪了 不会啊 这个饭店也会放啊 这个就是女生在使用身体用品的时候 饭店里面会有一个小袋子 清洁袋 然后有的人根本不知道那袋子是干嘛 我告诉你真的 她通常会放在马桶的正上发 对 然后你要自己把它拿出来装进去 这样子 好 杰西家有这东西啦 就是我们还原刚刚那事件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回到饭店的房间 你这样很歪耶 我不知道要怎么接下去 我接着回来接下去 因为我的观察里面就是淋浴间 因为我们刚才讲淋浴间的设计的问题 OK 通常会归纳成几个分类 最基本的就是 它只有一个玻璃 然后玻璃接地 然后那个防水条 就是接在地板上面 那就很简单 你刚刚讲的有比较好的一种就是呢 它玻璃的那个接地的那个面 会在垫高有个狮子 你越讲越困难 没有啊 就是有个类似踢脚区 它垫高的嘛 因为它垫高了 所以它玻璃不会 白话文应该就是像门槛的东西 对 像门槛的 小门槛的东西 那在更高级 还有看过那种就是 它除了有导水 引导水流的那个沟槽 让水快速流下去排水的时候 用的那种排水沟 以住客的角度来讲 就是水要怎么样不会往外泻 就是我淋杯在洗澡的时候 不要给我那个水都下不去好不好 我告诉你 前两天我在饭店社团里面看到 有人洗澡洗完了之后就淹水了 以设计师的角度 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关你的事了吧 对啊 就是它洗完以后 然后那个水都洒出去了 然后水就往房间去淹走了 你们应该会检查这个东西啊 淹搜的时候 还是说会跟浅有关系 这个应该是指 验收上的问题 是施工细节上的部分 设计师比较 不会去 直接参与到这个话 OK 所以你的部分就是说 它已经是毛胚屋了 你才进去做设计 是的 是这个角度 对 毛胚屋 毛胚屋 对 毛胚屋就是 欸我们现在讲饭店吗 对啊 不是不是 你这样子讲得太快 那就隔间 我们先回来吧 律师讲 隔间我们等一下有一派要讲 OK 对 其实刚刚淋浴间 我刚刚其实还没讲完 就是那个 更高级的话 它就是做完全平面的 你走进去 走进去是没有门槛的 但是它在那个 淋浴间跟外面的 那个 连接方法 它是用一个水沟盖 水沟盖 不锈钢盖子啦 盖住那个排水沟 OK OK 然后让它的整个淋浴空间 是整个平的 我知道 我最近住的饭店 是有这种设计 它整个 应该是说 像小孩或者是老人 它完全不会 踢到任何门槛 对 也不会跌倒 因为我刚刚看 有些老饭店 像 我住的 我可以马赛克 我自己马 好你讲出来吧 我就 它其实是有一个 沟 然后沟是有小门槛 小砍的 小砍 对小砍的话 就会让老人踢到 对 尤其是有些 行动不便的人 或者小孩 有时候洗完澡 出来比较快 对 它就整个会绊倒 对 这时候就请问设计师 全平面跟刚刚讲的那种 工人式的那种砍坡 它的 优缺点 优缺点 然后你自己会 它讲的是浴室啦 就是浴室走出来 跟走进去中间 到底要不要有一个门槛 嗯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啦 现在 以饭店设计的角度来讲 还有我们设计师 跟一些法令上的检讨 都是需要有无障碍设计的 哦 它跟法令是稍微有一点关系的 对 是有一些关系 所以尽量都朝向 平面 尽量都朝向平面 因为我刚刚讲的一个饭店 因为马赛克掉了嘛 那就是老饭店啊 哦 所以它那个是没有办法消除掉的 那就要重新打掉啊 饭检 整个浴室打掉地板冲坐啊 其实这可以稍微聊到啊 就是我们如果回到疫情之前 我们可以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 其实像一些比较便宜 或者比较经济的商务旅馆 它其实那种一体成型式的浴室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砍 要跨上去或跨下来 这个其实对于行动比较不方便的老人 或者是小小孩来讲是比较不舒服的 功能性上面比较不足 没办法啊 它就是那个一体成型嘛 整间做好直接撒进去 相进去 对对对 它就是比较像是客制化的设计 所以它比较没有像 能朝向我们刚才讲的那样的方式 所以要比较新的饭店 才有办法做到全平面式的无障碍设计 基本上来讲应该是这样 OK 这是浴室的部分啊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 没差啊 我跨过去就好了 有的人会觉得 哦那水一直流出来很烦 是啊 这就是每个人对于饭店的体验程度 的状态不一样 那我们设计师也是会站在比较 当然会去迎合使用者 那也会去多听听看 他们自己的一些 对于这方面的细节设计 是不是我们未来 会有一些比较可以再去进步的空间 那我就好奇一件事情了 你有没有可能因为预算 然后就去修剪你自己的设计 我认为其实设计它不应该是被成本跟预算上限制住的 因为毕竟设计是一个 好棒的回答哦 这个是一个设计师的坚持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觉得这是每个行业他们对于自己工作的坚持 所以假设今天业主给你一个比较经济型的成本 那你就会去做变化 还是说你就会用比较便宜的成本去做这些处理 我们会以设计纤维导向 设计为导向 当然就是设计费要先收到啦 养活自己 要先收到设计费这样子 可是比如说经济型的 它就不会用比如说石木 石木的东西就用很少 然后用盒板比较多 其实现在建材上来讲 有很多很多是一些就是加工方 新材料 对新材料去做替代 譬如说 比如说像人那个食材 人造皮 对可以用一些比较印刷式的方式去做 可以降低这方面的成本 白话文就是假的啦 对是的没错 但是你永远看就 它其实就跟真的一样 但是近看呢还是会有一些 质感触摸上 没错没错 温度也不一样 但是如果以设计师最原始的角度来看 你会希望是用真实的东西 还是你会觉得 其实假的也没有关系 其实坦白说对我来讲 我设计费收完之后 我就不会去 就不干你的事 没关系 它是用匿名 它是用匿名 OK 好OK 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 回到住客最原始 刚开始要去打开 可是刚刚跟领域有关系的 我们就把它讲吧 好啊好啊 就是浴室的水量 林杰西非常非常非常在意水量这件事 对你不要让那个水很小管 那个冲起来真的很不舒服 就是他觉得 这是为什么我不住民宿的原因 因为民宿很多水 那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去住万豪的那个水疗区 它有那种喷射区 可能 Steam那种 Steam那种 对对对新的那种 老人的水SPA啦 是的 没有我们欢迎高雄万豪来业配啊 好不好 然后我们去体验一下 来录一下 它的水疗区真的很棒 我也看了它的那个不一样的水疗区 但是其实这又回到住客 其实有些住客 他的心底是我不想要到公共区域去使用 对 我想要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就可以完成我所有的饭店提议 对啊 因为其实 以饭店来讲 它密度跟一般住宅来讲 是比较密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种给水的部分 就是水压的部分 水压的部分会特别处理什么东西吗 其实是水压的这个部分啊 它在建筑的技术规则设备篇里面 其实有去规定 等一下 技术设备 设备 有有有 建筑设备篇 我们会叫建规啦 建筑技术规则 它的设备篇 它是有法规规定的 它有法规规定 这是法规哦 所以如果某一间饭店 如果水压不足的时候 我可以拿法规去告它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不要说是我说的 你下次会看到 我拿着一个仪器来检查水压 水压是可以有仪器检查的 是不是 它点头 它点头 但它不能讲 它用点头的 我帮大家翻译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设计跟业主 它的成本的考量 上面其实会有一些些 无法告人的秘密吗 是这样子吗 这个就是设计师没有办法管到的地方 OK 那是跟营运还有一些成本 会有一些相对关系 那我好奇啊 就是除了这个水压之外 设计师你们设计到哪一个程度会离场 验收吧 是的 验收结束你就不在了 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后面就只剩下咨询 OK 颜色上的搭配 所以你管的是视觉效果的东西 视觉效果 OK 功能性 好 那林杰西你那个洗澡的部分 你真的很在意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没有啊 那就是水压 那所以食物上是用什么方式 去处理它 加压或减压吗 会有减压吗 没有 但是如果你的楼层高的话 其实像我们一般 它的那个给水方式 它有很多种 是 楼层高它就是重力给水方式 哦 这是它的专业 它会在那个 我现在假设就是举个例子啊 如果是26层来讲的话 它在13楼地方 它就是整栋建筑物中间 它会有一个中继水箱 OK 去再增加它的 应该是说再增加一个水塔 所以如果我住饭店的时候 到底住高楼层好 还是住低楼层好 要看你水箱的位置 水箱附近会不会很吵啊 如果 看设计 是不会啦 其实现在隔音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都不会 隔音的事情等一下讲 因为我最近住了一个新饭店 楼上在漏水 楼上在洗澡 我听得到楼上洗澡的水声 哗啦啦啦啦 而且是它那个水流的声音 它没有做自音程 我的天哪 这美感也太多了吧 我们决定了这个噪音的部分 我们压到最后面 大家请听到最后 因为隔音是大家很在意的部分 对啊 OK 那我们现在 你问完了吗 因为我很想要从门开始讲 好啦 去门去门 好 check in之后呢 其实大家最想要赶快进房间丢行李 对因为Cat是处理房间内的东西 房间设计的部分 比较多 好 那有关于门的部分呢 你会在意什么事 因为其实Cat她自己也会去住饭店 你应该让我先抱怨完 你又要抱怨呢 林杰心你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好抱怨 就是有些门啊 她就知道外面那个死小孩走过去都会听到 到底怎么样 很奇怪耶 门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到 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应该只能减低她的分贝数 但是应该有不同规格吧 不同规格 这跟门有关系还跟墙有关系 门跟墙其实都有关系 都是有关系 先讲门 先讲门 一般来讲就是饭店因为法规的限制 所以都是法规 没错就是法规 它需要什么东西呢 它需要防火材质的门片 它都可以用一些包覆性的板材 去把它包覆过去 只要这个材料它是防火性质都没有问题 甚至于防火器 有防火系 防火就是优先了吧 对 大于隔音 因为饭店建筑使用类组 它是比较需要供很多人使用 它应该是B4吧 B4类组 这就是加约 四 Ave 我只是在A4 我还B5 它是B4类组 B4类组是什么意思 大概 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吗 要现在说嘛 还是下个单元可以再说呢 不 不 不 你不用特别去解释 它到底 它是用什么分类的 用安全做分类 还是用功能做分类 之类的 它的安全分类应该是要最高级 Ok 它的安全分类要最高级 因为它是公共使用 是的 ok 那所以这个门到底要重比较好 还是不重比较好呢 因为你知道吗 以我们住客只会这样想 那个门好重 我推都推不开 但我知知道防火 其实要真的要送到那个实验所去 真的点火去烧 然后耐几分钟之类的什么鬼 嗯对 60分 ok那所以 阻挡火焰60分 是 阻挡火焰60分 那所以木头如果是全石木会比较好 是吗 不是哦 不是哦 不是这样子 基本上木头它是可燃的 ok 所以它必须 可能要有防火器 或可能用防火的材质包覆在外面 是 以业主的心态 他们可能会觉得 越轻越好 或越省钱越好吗 消防能过为主 功能性啦 功能性 好 ok 所以呢 我们在打开那一扇门的时候 其实 因为那就是一扇门 很多人大概两秒钟就会过去了 那只会抱怨说 这个卡到底好不好刷 刷不刷的进去 那其实设计师会花点小巧思 是在门牌的部分对不对 门牌的部分会做一些设计跟整体要搭配 还有灯光 最low的是把号码印在门上面 好拜托不要 因为我其实住过欧洲一些饭店我觉得挺好 他们有的用投射灯 然后有的是在地面上 投射灯很高杠耶 他就每一个门上面都要有投射的数字 然后都要有灯 这个我如果是饭店方会担心说 哦这电费 但是我告诉你 我最烦的是我常常找不到 就是进去以后根本不知道 这一间到底是几号房 常常找不到 这个就是探意向对不对 对就是设计 然后他有的是投射灯 然后万一没电怎么办 哦对这是可能就是你所谓的 Kate刚刚所谓的设计的部分 他可能看起来很有艺术 然后可能会花掉设计师很多很多时间 去想这个东西 但是妈这被错过了 设计师跟使用者之间 其实会有一些差异性啊 我们着重的点 大部分都会是以美学为主 嗯 对但是客人呢 以那个机车的解析 对 你不是美学的吗 我不是美学 那你是什么学 我是功能啊 你是功能面啊 可是我现在看有一些 呃他在门把或者是门牌那边 其实会有设计 老饭店才会有的放报纸的地方 夹报区 夹报区 因为有些人他会是挂一个带子 对 报纸带 然后有一些老饭店 他是设一个夹子在外面 对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没错没错 然后曾经我也住过 有些报纸 为你的门壳 弄进来那种 那也弄进来 那门峰也太大了吧 报纸再怎么cost down也很厚 到底是哪一间我们不能去租的 真的隔音会有问题哦 哦对应该会关系到隔音的部分 隔音啊防火的这都不够不够啊 对那没有办法防火 如果下面有一个洞洞可以把 没有啦防火是看那个整整这个门面 他会有密闭度的问题吗 是没有啦 但是他真的可以弄爆纸 我知道验收只有验 不是验收啊 就是检查之后 检查那个门片 我想要问一下设计师 可不会爆雷 有没有假验收这种事啊 没有哦 没有哦 他都没有 没有哦 不是都会有 你知道吗 以前买房子的时候 然后就会设计一个假阳台 然后等到验收完再把它收起来 现在我们都不能这样做 现在都不能这样做 现在都不能这样做 所以饭店如果真的有阳台 那是他实际的阳台 不是那个阳台 那是我们 自己住房间的 对啊 自己的房子那种 那是阳台这个东西在 放在饭店来说的话 其实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怎么说呢 跳下去啊 增加自杀率就对了 对啊 增加意外发生的几率 你没看到很多饭店的那个窗 对外窗都是锁起来的 对它锁起来 不然就是它的开启 不能开一半 对开一点点 对就是以前呢 因为像我是会拍照的人 然后那窗户啊 或那个门只能开一点点 你就很难哦 我的镜头伸不出去 很烦 非常烦 所以你看那个澎湖的 那个浮蓬鞋来的 你就很爽啊 对 走出去 然后你还可以拍全景多好 哇 对啊 而且还有椅子哦 你们会收到这种 这样的设计 或者它 那个在结构 整体结构在一开始盖的时候 就要留了吧 对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做这样的检讨 告诉你说 我有几间是有阳台的 几间是没有阳台的这样 嗯 是 好 门打开了 你猜我第一间会做什么事情 门打开的第一件事 检查有没有暖气 哈哈哈哈 哎 台湾的饭店的冷暖气 真的是我的暖热 我跟你讲 那个 要嘛 就是很冷 这个也归饭店设计师设计吗 对 冷气的部分 冷气的部分啊 其实是在营运之后 使用者会遇到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那是 但是这一部分就不归设计师管 可是可是设计师要管的是 他的出风位置 哦 因为他跟整体设计是有 非常大的相对关系 挑这个冷气不是你们挑 但是你 洞开在哪里是你们设计 因为他的洞的位置是跟 天花板的设备 消防撒水头 还有灯具的位置 我们需要做一些轴线上的配置 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个饭店的出风口 对着我的床头吹 是的 这很重要 他绝对不能朝着你的床头吹 所以典型设计都是设在那个 走进来的那个回廊 是 回廊的上方 然后不是对着床头 是你的 对着 对着 电视区 对着窗户外面吹啦 应该是这样说 是可以这样讲 大部分都是这样设计 是 OK 但为什么没有暖气呢 台湾为什么的饭店都不设计 还是在用不关设计师的 问题 这是使用上的 业主那一方面的考量 就是他选择设备上面 对 但我告诉你 如果马祖冬天没有暖气 我真的会杀了他 对 因为很可怕 可是另外一个就是 湿度这个部分啊 这个 可以控制吗 可以控制吗 设计师会处理到这一块吗 一般来讲其实空调部分 他都会有厨师的功能 那如果说他的功能性 厨师的效果不是这么的全方面的话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可以在衣柜里面 你们可以打开衣柜看看 他都会有厨师棒 应该这样说啦 其实我们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最近采访了几间饭店 然后因为他都是地毯式的设计 那我自己觉得 这是我自己就是个人的想法 台湾的饭店其实不太适合用地毯 因为第一个是潮湿 很容易有城盲或厂屋纳购 然后因为台湾过敏的人 真的太多太多 而且像我们录音这几天啊 湿度飙到快80% 对 那所以如果在饭店里面 尤其是又有一定年纪的饭店 是用地毯式的 它通常都会有一个味道 老饭店的味道 老饭店都会有这样的味道 对 不过其实地毯的区域 应该会是在走廊 饭店我们自己会对于行李 它会有一些考量性 这样子它的声音会降低声音 因为走廊 我们通常走的那个走廊的地毯 都是软软的 是 所以是因为隔音 声音 是为了把声音降低 声音降低 所以才让我们那么难推 它真的很难推 我觉得是不是你行李箱的牌子的问题 是我们行李比较重 我的行李箱的牌子 请你往后面看 好的 我把牌好不好 没有应该是我们行李比较重 这是真的 不是 我跟你讲 真的很少饭店 那个行李好推的 是真的都不好推 对不对 我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我这个行李箱该换 可是问题是 你也这样子想也是对的 就是你如果做的不够厚 外面只要有人 走过去的时候 尤其是退房的时间 尤其是退房的时间 如果是刀跟鞋呢 就一直 有啊 我有住过某一间饭店 那个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男女朋友在雄梅 你也听得到这样是不是 那个不好说 好 OK 那饭店里面 以你设计师的角度 你会觉得有地毯比较好 还是没有地毯比较好 我觉得有地毯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可是是全铺吗 没有没有 它的区域它会在 就是有行李走动的地方 再来就是房寝区 可是呢 像我们刚才 我们举的例子 应该就是 是可以去谈到这部分 在走廊的地方 我们就不会建议是用地毯 那当然浴室里面 就更不可能啊 所以你就说 在房间走进去的地方 然后有行李会移动的地方 你会觉得不要有地毯 但是如果在寝区的地方 可以有地毯 因为寝区你想想看 你下床的时候 如果你脚踩到的是 不论是木地板 冷冰冰 对 还有大理石 那就会脚杆 会踩起来不舒服 所以要有开房服务 地上要铺一个地毯 居布啦 居布 可是现在饭店开房服务 越来越少 越来越稀有 跟日本的压缩机一样 你现在是要帮谁广告 你说 没有 以上节目 谁都没有赞助 好 OK 没有 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很蛮吊诡的 因为实用性 然后触感 还有它的噪音 都是房客会关心的 在意的 对 而且 我真的很想问设计师 你会 如果是设计饭店 你会用木地板吗 因为台湾太吵湿 有可能会撞起来 的状况 木地板 其实现在有很多建材 它都是比较 你可以用超耐磨 超耐磨地板 它其实就 饭店有用超耐磨的吗 有 有些有 部分区域 部分区域 对 部分区域 那我们就用超耐磨 这个地板来说 你觉得对于 使用者来讲 跟对于业主来讲 各有什么优缺点 但是用超耐磨的地板 它的成本会比较 少一些些 成本会比较少一些 成本会比较少一些些 你们刚才提到应该是石木地板 石木地板 石木它就是整块木头 它一定会因为天气的关系 会有热胀冷缩的状态 可是超耐磨地板 它的下面的材质 它是算是甲板 有点像是人造的东西 所以它没有那样子 热胀冷缩的效应 它不会呼吸就对了 是的 没错 它不会呼吸 对啊 那我们会觉得 有些材质 它可以去根据材质本身的特性 去做一些配置 所以就是 譬如说以你的想法会觉得 不一定要全区都是地板 或是全区都是耐磨地板 或木质地板 但是可以做一些配置 因为我看过有些饭店 的确是这样 它把分区 用地板的方式分得很清楚 譬如说一走进来的地方 它可能是大理石 或者是它可能是地板 但是走进到床边的时候 它可能是用活动式的地毯 我们会用这样子方式 去做一些空间的转换 但这是视觉效果的问题 不是功能使用上或成本的考量的问题 都有耶 其实都有啦 其实都有 好 所以呢 就是地毯的部分 因为应该这样说 为什么国外的饭店都会有地毯 因为国外冷 天气的管 那如果你没有 只要没有每一位我都没差 我欢迎你住到北极去好不好 是 跟北极也很湿啊 北极 基本上干冷 北极你们有去过吗 没有 我有去过 我有去过 你是去哪里 我去 你是北极圈吗 北极圈啊 北极圈啊 对啊 芬兰啊 罗凡内米以上啊 就都是北极圈啊 那因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地毯 因为他们冷 所以他们落脚的时候一定要是地毯 然后是温暖的 然后包括我们上次节目也有聊到 像韩国的饭店 它是有地热 哦对 它的地板是有地热的 你有设计过有地热的吗 地热目前都是以住宅为主 毕竟它这样子的设计 它没有普及化的 而且它的成本其实还蛮高 你家想要装地热是不是 但是那个淡水 淡水区域的住宅 我们都会用地热去跟客户 我先问一下 地热现在台湾用的是哪一种 是电热管的那一种 电热管 就是有一片 然后埋在那个结构下面 不是它不是一片 它是有点像是 传导性 对 水管 对应该是像水管那一种东西 那它是吃点的吗 水管是另外一种 它有一种是直接接电 然后它是像是那种 你说像电暖气那样子 有点像是电汤匙 但是是 很短的电汤匙的那一种感觉 不是它其实就是像 应该是它刚刚刚说的那个 不是不是 电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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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像 电热管 但是很细 欧洲的浴室的那一种 你就把它想成 导热管 把它想成是电毯里面的电线 然后是加上一些包覆材 那就是欧洲的电管 就是欧洲浴室里面 它们会有一些发热性的暖气 你可以晾衣服的那一种 但是日本会有两种 一个是它是热水流过 另外一种就是 它刚刚讲的是直接插电的 台湾应该不多啦 台湾是在 我们都是用在北部的淡水 对 你下一间房间你可以这样处理 北投啊 北投 那个整个地板要敲掉好不好 那个要垫高吧 没有 它其实就是在结构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帮客户 安装进去 它就是毛配屋的时候要重业 但是台湾的饭店好像 没有 对 目前来讲 有啊 谁 有吗 就是Westin啊 Westin的浴室区 对对对 它只有留在浴室区 它的浴室区 因为你进去的时候 可能是你必须要脱光洗澡的 然后你必须是衣服比较少的时候 或早上起床的时候 比较凉的时候 它就不要让你碰到 它的地板是冷冰冰的 韩国几乎所有的饭店房间 都是一进去 它有地暖系统 所以你不会觉得 有没有暖气那么重要 但它其实就是从地热来的 这样子 好 所以 来来来来 我有问题 你又有问题 你问题真的很多 我有问题而同吗 好 你说 有些饭店啊 他们 真的很尴尬 就是 门打开就是浴室 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 这是不是跟百货公司走进去 一定要是化妆区 是一样的意思 我自己解读是 它为了要省一个走廊的空间 可是你看哦 温泉饭店 对 的浴室都在最里面 不一定 台东那一间就没有啊 对耶 对啊 因为他们有view 其实以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啦 我们会认为寝区的需要有采光性 那为什么会把浴室放在最里面是 你也不可能会开着窗户去洗澡吧 就是我的意思 现在很多都这样啊 你的寝区跟你的洗澡的时间配比来讲的话 所以有些现在那个温泉饭店就分两区嘛 就是洗澡区跟户外还是给你一个另外一个区域啊 双汤匙你忘记了 你只是没有那个勇气在户外泡汤了 对 所以Cat的意思是说 一般的饭店门走进去就会是shower或者是浴缸区 就是洗沐浴区 是因为你在这边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是 所以如果 可是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 它连那个一个浴室的门都没有 就是一打开就是浴室的空间 因为现在为了空间的那个利用 我跟你说 我在哥多华的时候住过一个全透性的房间 就是打开来就是浴缸 我也住过 它没有打开来就是浴缸 它是open的 它连遮门都没有 连拉帘都没有 真的假的 它连小隔间 而且五星饭店 就是你走进去就是 浴缸 就跟你去住的那一间很像 如果你 就是你如果 跟你有同住的人 然后还不熟的话 就会害羞了 就会完蛋 就会害羞了 不会啦 其实现在有很多科技都蛮 特别是建材的部分 你说会变雾气的那一种 对 它叫 雾气 对啊 就会变雾玻璃 我们的学名叫做 垫浆玻璃 哈哈哈哈 原来这是有学名的 有啊 澎湖有玩啊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玻璃可以变成毛毛的 可是问题是我们刚刚讲 是连玻璃都没有 有 呃 这个层面来讲 连一个浴帘都没有 对 没有浴帘 对 就是你洗澡的时候 别人是 那应该是设计师 他是希望可以在这个 让这个空间放大化 他希望把 他讲的好专有名思大话 我就觉得是他就是 省一个走廊的空间 没有啦 我觉得他就是情侣饭店 对 可以这么说啦 很多饭店现在就真的是 为了要节省一个走廊 因为你如果说有一个浴室的话呢 你就会多一个走廊的那个 落成区的那个 区域浪费掉 倒是有一些饭店 我觉得 像台南的两大五星饭店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其实可以讲 它就是空间配置的问题 但是它在洗澡的时候 可以把拉门拉起来 我的最低标就是 你至少不要让我看到 另外一个人洗澡 把你眼睛遮起来就好啦 叫你去喝酒就好啦 快点下警语 喝酒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 我满18岁请勿饮酒 你不要喷麦啦你 你今天一直喷麦是怎么样 不要那么激动 温柔 好温柔 好像台南某两家饭店 我都住过 然后它其实就是 有拉门的隔间 那它平常不使用厕所的时候 或浴室的时候 它打开 对 它那个叫什么 那个也有学名吗 拉门 拉门 对 拉门隔间 然后平常不用的时候 就把它整个打开 它就是一个通透性的房间 对 就是让空间放大化 OK 这个学名叫空间放大化 空间放大化 不是精神空间 OK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中间这样隔起来 到底有什么意思 它如果空间放大化的 那个感觉的话 其实也对啦 就是说 我其实用浴室的那个 使用几率比较没有 基本上很低啊 真的吗 我在浴室的时间有点多耶 我很喜欢浴室是很大 然后空间很明亮的 我喜欢这一种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个人感受 我觉得在浴室里面 你会很赤裸的看着你自己 你可以花比较多时间 跟你自己相处 可是好 我又要逼了 就是像 门一打开就是浴缸 我现在就是在讲 你住的这一间 对啊 那你觉得那个空间是OK的吗 一个人住可以 一个人OK 只有一个人可以 两个人尴尬 亲子也适合吧 亲子 我觉得那个不适合耶 因为太赤裸了 太赤裸了 那个真的太赤裸了 等一下给你看照片 他没看过耶 他有一些房型啊 是门一打开 杰西给你看 他门一打开就是浴缸 而且没有任何的遮蔽 我个人比较担心 他水会露出来 因为他 要看一下照片 看一下现况 我觉得你让他看一下这个照片 但他的设计 我很喜欢这一间饭店的设计 设计是不错的 他的设计感非常好 而且他得过设计旅店 对 然后赤裸是太赤裸了 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处处看 好 我来试试看 可是他的 对 就是他的地板就是木头的 然后已经开始翘了 哦 你说他的浴缸里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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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寝区的地板 哦 寝区 哦他那个 我觉得他后面的维修费会很多 对 然后该死的 那个他的地毯呢 他的地毯真的很麻烦 就是他地毯会乱飘 哇 这个 很漂亮 他 我很喜欢这一间饭店 他的设计 是我很喜欢那种 文艺复兴式的设计 他好像台北宾馆 诶 我没有去过台北宾馆 没有台北宾馆是 古迹 我知道我知道 我没有去过台北宾馆 因为你看嘛 大部分的连锁饭店 长得都差不多 饭店的设计 其实色调啊 什么 饭店的感受都差不多 但这一间 他不会让你觉得是 很重复性的那一种 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个 他门一打开进去 就是浴缸 是这种 我们刚刚讲的是这种 不是说他有一个 台北很多饭店 都现在走成这样子了 所以台北 现在要走情趣城市就对了 那我应该来组个 那个设计团 带大家逛一下 我觉得这间饭店 设计人会很喜欢 对 然后我自己其实 我自己也蛮喜欢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但他真是太赤裸了 不是赤裸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呢 他那个地毯会飘 你说 鱼鱼鱼鱼鱼鱼鱼啊 对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设计师那个插头 可不可以设计多一点 我们回来了 他终于把那间饭店 马赛克的那间 看完了 你有什么评论 这个是不是可以聊到 就是设计性跟功能性的问题 对对对对 来来来来 我最喜欢了 其实这样子的房型来讲 会吸引到某些 某些族群的客人 但是真的 以私密性来讲 我个人来说 是不行的 但是以你设计师的角度 你会喜欢这样子的饭店吗 你会喜欢设计 这样的饭店吗 我觉得他的 说实话 浴缸那一坎真的 其实台湾人应该都会过不去 一般人 一般人 一般人应该会过不去 传统保守的家庭 只是我很怀疑这间饭店 他的背景是 业主是做什么 业主是做建筑的 他是卖卫浴的吗 不是啊 他就是 不要再讲要剪的了 所以你觉得呢 这个过不了这个坎 你会想去看 我会想去看 OK 吸引到设计师的兴趣了 这就是很奇怪的 就是设计跟使用上面 但我必须先讲啦 因为杰西住了这个房型 你那个房型是 第三等的房型 对 我住过第二等的房型 他没有 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长条形的浴室设计 所以他就 比较不会有隐秘性的问题 他的确是有门可以拉起来的 对 他应该 我觉得他应该会 只有几间是 有这样子的房型 然后吸引某些族群的人 会去做这样的 这个是冲突的 你们会考虑到这个东西的耐用度吗 比如说他可以用比如说十年这样子 因为有些好看的东西他的 他在笑了 你等会把他挖出来 他在笑了 对 不是因为好看的东西 他就会尻尻角角的 因为你看 很多 就是设计跟实用 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 而且实用者的人 偏多真的 如果要做到这样的设计 他的 他的维护的费用 真的要抓比较高一些些 这也是你们要管的事吗 这不是我们要管的事情 所以你只管设计好不好看 我们只要管3D图 渲染图之出来的美美 只要业主接受美美的这样就好 但家里要这样做 确实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 应该定调成为 实用性跟美观性 到底要怎么去 冲突大挑战 对啊 我觉得 没有 我就碰到最典型的问题 我不是跟你讲过 水龙头打开 水会溅出来 洗手的时候水完全会溅出来 但是水龙头很漂亮这样 对 水龙头很漂亮 然后还有那个 水龙头会顶到后面的镜子 是那个吧 是那个落水孔 根本按不下去吧 因为它很卡啊 落水孔卡 我们就是五金键会卡到东西啦 五金键会卡到东西 那我觉得应该是 他们在设计检讨的时候 图面检讨没有仔细 还有刚才提到就是水啊 水的部分 那为什么会溅出来 其实我自己推测会觉得 是它的洗手台的 工身 它的洗手台的深度没有那么深 一般来讲 洗手台我们会去分它的 工身数 我非常确定 它的洗手台非常 每个都非常大 但问题是呢 它的水龙头的落水的位置呢 就非要在这个洗手台的最边边 对 而且我觉得常常不人体工学 那是那个细部尺寸检讨 没有检讨仔细 因为很多都是大洗手台 但是问题是 那个落水的地方 就是很硬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常常也会看到这样子的 然后或者很浅 它那个旁边的护染太浅 然后水就会喷出来 浅那个就算了 那个那就是天经地义 你那个喷出来 在筑细 筑细 对 问题就是有一个 施工细节 我觉得那是施工细节上面的 那变成说 你要把水龙头再往近一点 或者它的那个龙头要长一点 那就不美了嘛 是这样吗 那难道没有中间平衡的方法吗 我觉得应该是 图面检讨 细部尺寸上的问题 OK 这是现场应该是说 设计师设计完之后 然后它施工完要检讨 还是在施工前就要检讨 施工者它都会按照 设计师的图面去做 因为设计师画这些图面之前 一定会找到 这个洗手台的型号 跟施工图 还有像水龙头的部分 其实都 我们都要纳入图面去检讨当中 我觉得应该是某一个环节出错 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设计师唯一管不了就是水量 因为水量来讲 它是在饭店 对 营运之后的一些检讨 等一下水量跟水龙头没有关系就对了 水量没有 水量跟水龙头没有关系 因为水量越少它就会垂下来 好奇怪的名词 我也觉得 如果你住的那一间饭店的房间 水量不够 不要骂设计师 要骂饭店 是这个意思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 是啊 是啊 有时候他们老板会有一些营运厂控管 吧 问号哦 问号 就跟冷气很冷是一样的意思吗 或冷气不冷 对 是问号 对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它如果真的要调整水量 那就是你 我真的觉得太多饭店 那个落水区域都太拐 落水区 你是说洗手台的部分 对 那个水龙头水流下来的那个区域 应该这样说啦 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有经验 但不见得感受得到 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就说 好 那我把水调小一点 或者 我要洗手要注意一下 对 我洗手要注意一下 但你会提醒自己 但你不会想说 这会不会是设计上的问题 对 可是我就说 大啦啦靠北 我自己这样的水龙头 我自己这样的水龙头 没有 因为杰西的手比较大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水 没有啊 现在洗手要洗20秒对不对 对 超过 对呀 你要洗到手背呀 你知道吗 我们跟小朋友讲到说 你要唱一首生日快乐歌 唱完了 主持人生日快乐歌 唱完了 对 靠北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洗到那个水量很小 或者是水一直会喷出来 我会很生气 我也会很生气 因为向果是那个住饭店 洗手台上面不可以有水渍的人 所以我一定会希望有擦手巾 可以把台面擦干净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住饭店也会不希望有水渍 对 那但是我们后来会发现 不是因为我洗手动作太大 而是它可能 它就是落水的位置很奇怪 落水的位置 对对对 因为有些如果你直接落到孔上面 它就不会有声音 或者它就不会溅出来 对呀 但是有的就会落在旁边 很边缘 很边缘 对很边缘 就是大概十分之二的位置 十分之二 就五分之一了 也太远了 就是很远 超级物定 我真的要抱怨一下 就是各位饭店业者 你水龙头可以设定 那个龙头长一点点 再长一点点 给它长一点的脖子 对呀 给它长一点的脖子 我住台北某一间 你刚刚有讲过 圆圆的那个饭店也是这样 那个水一直泼出来 我也很烦 对 很多五星饭店也会呀 我去那个 反正我洗手的时候 都会注意它水龙头的水 我们要帮卫福部表扬一下 杰西表示他常常洗手 一定要洗手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我们来讲隔音了啦 有人上厕所 有人上厕所出来都不洗手 很多 好不好 我先跟你讲很多 我们要那个 请贵福部支援我们一下 我们要呼吁大家常洗手 好不好 好啦 我们来讲隔音啦 因为其实隔音也是很多人 很重视的部分 隔音从最开始在建造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可以处理到 我真的很 住饭店的时候 啊 我又开始了 住饭店的时候 我就很讨厌 听到隔壁发生什么事情 我必须很诚实的先说 对啊 这一段不要逼 哈哈哈 因为我不会讲到任何人的名字 台湾几乎没有一家饭店的隔音 是非常好的 这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没有任何一家饭店的隔音是好的 但如果你住套房 我就没办法 红沟的那一边我没有办法 但是一般民众住的饭店 基本上 我进房间其实会有一件事情 就是敲敲那个隔间的感受 嗯 来决定我今天讲话要不要很大声 嗯 对 因为我常常会躺在床上 听到隔壁的阿公阿嬤在聊天 好烦哦 你那个太太 那是民宿吧 没有 五星的 星级饭店也 等一下 星级饭店也 我就跟你讲 万豪系统目前都很safe 大部分都很safe 但是你还是听得到 我告诉你 而且我有选择性的听障 我该听的听不到 不该听的都会听到 应该是时间性的问题吧 时间性的问题是一 没有是清晨 因为我都是很早就醒的 她前眠啦 对 我是很早就醒的人 她很容易被任何事情干扰到 然后我又 我又早睡 所以如果有人是很晚回来的 或者是轻轻轻轻的洗澡的 我几乎都听得到 嗯 所以好啦 那就是 那是个人问题啦 那是个人问题 问一下Cate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割掉这些东西 所以你们在设计的时候会 关注到隔音的部分会有哪些 我觉得这样讲应该你比较容易回答 像墙面的部分来讲 我们都会 一般饭店都是用清隔间嘛 清隔间它会用管缰的方式 这是湿式工法 那另外一种是干湿 不是丹丹嘛 不是 湿式分离的那个干湿吗 湿式是指说 湿工的方法 对 湿工的方法就是隔间墙 它的骨料部分是 算是清隔间 那它中间必须去填满 有清隔间的吗 饭店很少 也有另外一种材质它是白砖 白砖还是或者是陶立板 白砖是白色的吗 对 它就是 白砖跟红砖差在哪里 颜色不一样 哈哈哈哈 红砖就是红砖 白砖就白砖啊 但是材料是一样的 材料是一样 它都是防火材料 OK 对 那我刚才讲到的是湿式工法 那另外一种是干湿工法 干湿工法就是在清隔间 它的这些骨料当中 它是做一些盐棉的填塞 也许你们做饭店 就是这样子的隔间方式 所以里面塞的是泡棉之类的吗 不要说泡棉 它是 西医棉 它是西医棉 西医棉 那个它是西医棉 那贵的呢 贵 贵的话其实它 就是湿式工法啦 灌匠 灌匠毕竟它是比较扎实度的 那种隔间房 那有没有那种湿式 再加上那个干湿的 它的 我觉得这一道墙面 大概就会超出个20万 很贵耶 如果啦 如果你要用这样负式隔间 而且其实你一般隔间的尺寸是10公分 那如果你再加上一层的话 它的室内隔间又吃掉了10公分 所以空间会吃掉 空间会变小 空间会变小 原来这个可能也是 因为你想想看 一层饭店都是10几20间啦 少几公分就很恐怖 等一下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如果业主本身是做建筑的 他们会不会比较在意这种隔间的问题 隔间的问题 当然会去在意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把它复式化 如果真的复式化再加一个10公分 真的很可怕 就刚才提到的定性定量嘛 定性定量 因为 我们还没提到定性定量 来 我们先把定性定量这个定义先讲一下 这个就是小饭店跟大饭店的差别是不是 是 定性定量 应该就是说量化的意思啦 就是说这一间饭店假设它有150间房间 每间都要差不多 每间都要长得差不多 都要长得差不多 不能说差不多 它就是一样的配置 规格 尺度上都要一样 假设这一间饭店 它有150间豪华客房 它这150间豪华客房 不能落差太大 不能落差 没有错 为什么我的豪华客房跟解析也不一样 为什么它的房是这样子 我的房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会尽量 就是把它控制在同一个面积跟尺寸上面 譬如说如果你住的这个饭店的房间是20米 就可能每一间几乎都会是20米 不会20平方米啦 你不会落差太大 就是说如果隔间墙变厚 就少掉了 一点点空间 对一点点空间 但是如果隔间墙变厚 隔音会变好 理论上 我觉得在成本上的问题它会增加 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多隔音材质 它也可以直接贴附在我们的隔间墙上面 但每个材质 多一个材质就是多一个成本嘛 对 多一个材质就是多一个成本 就是看这个饭店肯不肯花钱 是啊 是啊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墙面 这是墙面嘛 还有就是地板的楼板置音层 哦 这个好重要我觉得 什么叫楼板置音层 就是楼顶在跳的时候 你楼顶有听到啦 哦 我楼顶的心啊 哈哈哈哈 每次回来下课的时候就会玩弹珠 还有那个拖椅子你也会听到吗 对 就是会有以上这些等等等等 点点点的状况 但是也会有饭店吧 就是地板层加厚 会 它就是所谓我们的自音层 自音层状态是这样子 一般的楼板它是厚度是15公分 那我们会在上 15公分哦 对 只有15公分哦 没有 楼板的厚度是15公分 楼板的厚度是15公分 标准 标准 也是法规对不对 15公分只有这样耶 对啊 15公分 那我们会在 所以如果我很胖用力跳就会掉下去的意思 对 没有啦 至于啦 应该是说自音层是我们一般住宅不会有吗 一般住宅建案其实新的建案都会有这样子的设计 新的建案 新的建案一般来讲 老房子没有 所以其实老房子隔音比较差是 老房子隔音比较差吗 国宅啊 我家的隔音的确是蛮差的 楼上还闹钟响我都知道耶 那就是隔音很差啊 其实自音层是这样子啊 它就是原版的楼板15公分 再加上那个PS板 还有塑胶布跟纤维混凝土 再加上我们表面的那个地板装修材 所以它的厚度加上来应该会有20公分以上 所以它可以阻隔一些垂直楼层的噪音 你在皱眉头耶 不是 对 你的皱眉都出来了 没有我要想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会不会是因为这种隔音太差了 所以它才要放地毯 有可能啊 对 没错 就是因为隔音太差了 因为你这样子动 你在动的时候 它就不会听到 好吧 这样我不责怪它 但是那个臭味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但是其实旅馆它本身也有去规定 那个噪音分贝数啊 如果是在445分贝以下的话 其实都是合法的 所以下次我们要拿 它也是建筑技术规则 所以下次要看到我拿分贝机 对 因为这个部分是比较不会有人知道 我们只会去讲说 哦 这间饭店的隔音不太好 然后我常常听到别人的声音 但是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个法规去规定说 饭店的 这个很难 因为噪音又有分什么低频噪音啊 共振的 我又很早期很早期 有睡过一个压缩 压缩 压缩机在我楼上的 天啊 我只会避开电梯 因为其实我知道那一栋是老建筑 那这种压缩机在你正楼上的 其实通常这种压缩机 它其实还有一个缓冲 要多加一个缓冲楼层 去隔绝掉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 它不能直接在那个地方 对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知道了 那一个压缩机在7楼 你就要睡5楼的意思 之类的啊 它中间应该要 比如说它下面就会把它用别的房间 比如说它是被品式隔掉 会用这种方式去处理掉 那也要够细致的饭店管理方 啊那个就很粗啊 就粗的啊 一千块那种就对了 不不不不不 那是 又要逼了 哪一间 那个 我知道哪一间 那个在那个陈德路那边的那一间 好你逼掉 是不是好多密 没有啦 就是真的就是很多细节 所以你看 连那个积电的安装位置 你会管积电安装在什么地方吗 会 平面定案之后啊 我们都会再去做一个下一个阶段的检讨 就是积电 哦 积电就是 呃 刚才有提到的插座配置啊 它有一些设备都需要电力嘛 嗯 再来还有给水 排水 跟消防 还有空调 水电工就对了啦 可是我刚刚讲 我们需要整合这方面的事情 可是我刚刚讲的那种环境 就是很多 有些设备它其实会发生震动或声音的话 你们会特别去处理它放置的位置 跟比如说 会 比方说是就是机房的位置 就会尽量远离客房区 哦 在平面规划的 饭店会有什么机房的部分 有哦 会会 对啊 冷气的机房 嗯 然后那个什么 电梯的机房 对 都需要把它配置在 平面都要通盘检讨啦 而且我 你没有特别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其实很多饭店的管线 嗯 它其实是有预留 维修间的 有 你要讲花莲那一间吗 有 没有 对啦 应该是说它有一些 房屋需要去 维护的 去的东西 没有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 公路跟房屋 我们去住花莲某一间非常老的饭店 结果那一天 因为我们同时开了 热水瓶 对 跟电暖器 所以它跳电了 然后它的BLEGA 是在浴室的上面 浴室的上面 所以它必须爬上去 老饭店吗 对非常老非常老 所以它 因为基本上会有 新饭店它会是在房间外面 有一个保险丝盘 对 但是不会让你看到 它可能会做隐藏性的设计 做隐藏性的设计 可是那一间饭店 它必须要 积电工程师 而且它不是用那个无龙丝哦 它是用保险丝 然后爬上去 那个浴室的天花板 那个洞打开 你就知道有多老了 然后爬上去 然后搞得自己很麻烦这样子 你多久没看过保险丝 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多人 不愿意住老饭店的原因 因为它有一些空间上的限制 或者是先天上 先天上的限制很多 OK 这没法多 好 所以但是也不见得 新饭店比较好 说真的 没错啊 是不是设计师 是啊 对 应该还是有一些老饭店 它的维修是还不错的 然后或者是说它本身硬体的结构就是很好的 其实现在很多饭店它 老饭店它都会做一些拉皮 拉皮的动作 拉皮没有用啊 里面 但是内部的部分 在合理的范围当中 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修 水电可以重拉之类的 水电可以重拉 那有些结构如果需要变更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去做变更 对 只要设计师 只要建筑师他会 呃 愿意签证这个部分 都可以改变 没有啊这最后还是回到钱的部分啊 一定都是啊 因为通常都是小改嘛 那问题是 对就是小改 那问题是很多老饭店 或者是比较旧的建筑问题 就是它的 刚刚讲的至阴层 嗯哼 它流的不够厚 嗯哼 造成你会听到隔边一啊啊的 隔壁一啊啊的声音 哈哈哈 对 对 聊天啊 聊天的声音 唱歌 老夫老妻聊天啊 老的今天要吃菜啦 哈哈哈 所以都听得到啊 都听得到 而且 其实我可以讲一个比较 这改不了 比较简单的例 譬如说你住邮轮 邮轮上面的房间 它就是完全是软的 它那个隔间是软层 基本上可能就只有甲板而已 所以呢 超薄 超薄的 你连隔壁在上尿尿的声音 大号可能听不到 是假的 尿尿的声音都听得到 有人它本身的材质 应该都要轻量化 对 因为它有那个沉重的问题嘛 对 那如果饭店 因为我自己住过台湾跟欧洲的饭店 我在欧洲比较少遇到这样的问题 哪些 就是隔音 隔音上面的问题 我在欧洲几乎很少遇到 对 那如果你叫的太用力 那我没办法 对 但是在台湾可能 轻止住饭店的几率也高啦 所以如果 当然我们上次有聊过说 饭店方 他们可能会把有小孩的房间 特别设置在某一个楼层 或者是说它会 间隔排房 对 那问题是全满的时候没有办法 对 没错 尤其是像最近廉价很满 就是听说非常的凄惨 然后又碰到那个毕业旅行的团就完蛋了 哈哈哈 OK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的话 哪一些房间是最安静的 以设计师的观点 你可以给我们在选房的时候 呃 要选哪一些房间的位置 它是最安静的 最安静的 最角落 哈哈哈 最角落最安静 边间最安静 以水力来讲好了啊 如果说你们会考虑到有些水压不足的问题 对 这个好 它很需要高强压 我举个例子 例子 如果是14楼层的饭店的话 那你的水压就是 你尽量选择低楼层 因为它是重力给水房式 所以它的距离越远 它的水压会越高 所以我们讲一件啊 若翰来饭店 它有三四十层楼那么多 它应该就是会有设一个中继水墙 OK 可是中继水墙 它热水器是在那个中继的地方吗 看看位置 看看配置 基本上会是在顶楼 那如果是会 热水器呢 不是不是 它们像这样子的饭店来讲的话 它是锅炉式 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热水器 所以也是中央给 对 如果是高楼层的 我们应该这样分啦 因为大家都喜欢高楼层的view 但是如果你要挑高楼层的饭店的时候 水压就会不够 是吗 不是我中意 我在意的是网路 那网路根本没有好不好 网路这就不归我管 网路也不归你管 那是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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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说它是搜讯啊 对 位置我们可以去选择是说 它是在哪个位置 你们可以去上网 对 但是因为我上次住33楼 几乎是很难 它讲的是没有手机讯号 没有手机讯号 对 就是你基地台那边没有 你要讲清楚 你要讲清楚 所以还好它有 就是杰西有接那个 WiFi WiFi的网路 不然我根本就是很难处理事情的那一种 对 那因为高楼层有高楼层 就是连消防它都有限制吗 这个东西它真的管不了 因为高楼层有办法解决 就是要加那个微细胞基地台 这个问你就对了是不是 对 这个问我就对了 就是有时候走廊会有卸播器 我知道这个 对这个我懂 就是你会看到脚脚会有贴什么东西 没有三角形的 只有三角形 三角形弧度的那个就是卸播器 OK 那水的部分就归你管了 那水的部分的话 那到底住高楼层水会不会真的不够 我自己住房经验来说 也许我是一个不会非常在意水的 水量的人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还好 好所以就是在相 对不是相 在某些设计提案或者是说 在你提出设计图的时候 会有一些风水的考量 是业主本身的喜好 是对我们要去 你们要去考量进去 那对要跟业主还有风水师 跟设计师去做一个通盘检讨 比方说它的水区位置 会放在哪里 因为有些饭店它会需要有 需要用水区来去做一些造景 噴水池 对噴水池 所以因为一般风水来讲 它会有那种水 可能就会有招来 采气 位置上是很重要的 钱很重要就对了 对要让水流进来 而不是让水流出去 对啊水流 一定要水流 很像那金门猛饭店 它的那个水池 金门猛饭店 它的水池在哪里啊 它门口啊大门口啊 我到底有没有认真看 你没有 我住了三次欸 我跟你讲 每个人在意你的位置 跟东西 感受不一样 它是正门口的那个回车道那边 有一个通常这边都会有水池 大部分的饭店 为什么我对它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 因为你没有用心 我跟你讲 我住了三次欸 对 那个水池呢 在晚上的时候水 噴水会关掉 下面是太急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下次去要看一下 对 你都没有用心 你没有用心 我搞不好又要去 记得带我 秋梯吧 那间有暖气我可以 基本上那间饭店我也还蛮喜欢的 它的整个里面的色调是舒服的 我一楼还有小佛堂欸 你有看到吗 所以要念经吗 要啊 要啊 它上面有共喔 这个不在我们本集讨论范围之内 刚刚讲的这些就是 每个业主都会因为信仰啊 还有自己工作的背景来讲 都会有不同的喜好 所以会有出现各种不同的 欸 有没有那种隐藏小房间 你是说祈祷室吗 不是 隐藏小房间 也有VIP之类的 哦 VIP 会有VIP房 有 我还以为你要讲那个什么行政酒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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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都是公开空间 因为这种东西的话 很多饭店如果是很多这种 好我举个例子 那种很高档的那种观光饭店 它其实会有预留那种 比如说像是总统套房 VIP通道 对 会有VIP通道 你有设计过这种吗 直接进到客房里面 有看过案例 嗯哼 就直接从 停车场 停车场 对 进到房间 对 不用check in的这一种 对 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不用check in 我就可以进去了 那我以后要设计 设计你的饭店 谢谢你 对啊 就是这种特别设计 在一些比较大型的饭店 这也应该是业主背景 构雄后才会有 没有啊 你如果通常有总统套房的 以上这种等级的话 通常都会顾虑到这个部分 OK 像是 我知道 反正会码掉 有些地方都会有一些风水间 你都要码掉了 你为什么不把它讲出来呢 哈哈 总部大楼啊 哦 它有一些暗藏的 暗藏空间 只有某个电梯 可以到达啊 某个楼层 那其实可以讲啊 比如说像那个圆山饭店啊 圆山饭店 它有地下通道啊 对 它有某些比较特别 走走走走 我们去走那个地下通道 我有去过啊 我有去过啊 为什么没带我去 因为痘痘去 哈哈哈哈 那个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像圆山饭店 我其实这可以讲吧 圆山饭店 它是一个 比较街带外宾级的饭店 而且在以前 在古时候 它那个是两讲时代的吗 对对对 所以它其实有一些通道 跟有一些秘密的房间 是比较特别的 要让总统可以逃跑的 不是逃跑吗 是 避难 比较好出路啦 安全 比较好出路 元首安全要维护的 对而且你去想 只要某些饭店 它必须要有给这些 比较怕打扰的人 嗯 不管是明星啊 政要啊 这种 一定都会有特别的设计吧 通道 应该是这样 是不是饭店 大部分都会有一些 专门给服务人员用的电体 有有有 这都会有一些规定 服务用的电体 服务用的动线啊 货梯之类的吗 货梯 还有其实菜梯也需要 诶 还有菜梯这个部分 菜梯就是你垂直动线 如果说你的餐厅是在15楼 那你要再去 哦 进入菜的时候 对对进入菜 你不可能说再端着菜 再走出来走电梯 所以它需要菜梯 就是比较小一点的电梯 这种就是隐藏性 我们客人不会知道的事情 都会需要菜梯 所以其实越大的 饭店这种隐藏性的服务走道 跟服务空间会越多 对会比较多一些 那这个也在设计端 就要考量进去 都要考量进去 OK 因为你看最最恐怖的就是 新加坡的那个 滨海湾饭店 金沙饭店 嗯哼 它就留了很多隐藏通道 对 整个整个地底下 全部都是秘密通道 为什么呢 因为它饭店基本上的一个精神 所以今天如果有10个元首在那边 要有10部电梯 他们不能互相照面的意思吗 应该不会 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区域是专门给高赌 高赌金的赌客 专用的几个楼层 不能露脸的那一种 对对对 在中间那一栋的高楼层 欸饭店的秘密好多喔 饭店的秘密很多啊 就是基本上服务人员 总不可能是 你希望就是你电梯打开 那结果是一个服务人员 他推着一个菜车吧 其实像一半店 住宅 住宅也是 比较高端 金字塔顶端的简单 像地宝 地宝来讲 外傭进出门口 是 没事 没有这样讲 工作人员进出的东西 你看人家多周到 我这是死小孩 欸他们应该不会连停车道 就是工作人员停车道都不一样吧 应该不至于吧 工作人员停车 出入口是不一样 电梯是不一样 我有看过YouTube 就是有些豪宅就是会让 就是不会让这些服务人员 从正门口进出 对啊 地宝就是这样子啊 但是地宝 我们是可以从正门进去啊 我们是设计师嘛 那但是他们呢 没有应该是说 设计师会跟业主一起进去 对 那像他们家的外傭跟阿姨啊 会从另外一个动线走 OK 还有外送其实也会 Uber要交到哪里去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你的客厅在谈事情 你如果还从正门走 其实会打扰啊 对 是啊是啊 因为那种地方就是要乔事情 乔事情 乔事情 会在家里吗 难说哦 OK 你怎么确定那是家 不是招待所 这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在饭店的设计 尤其是越大的量体的饭店的部分 它的设计的巧思 就要更多一些 当然啦 还有在餐厅的部分 其实也是 他们引进了餐厅的空间 因为有品牌上的关系 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要解释清楚 比方说 请假白话我 比方说那个 教父牛排 他们自己都会有厨房的一套动线 SOP动线 甚至 使用的一些硬体 都是他们那样子的 Kat的意思是不是说 假设今天这个饭店里面 有三间对打的餐厅 是 然后他们三个就是互相不能见面 或流程不能一样 没有没有 应该是说那是他们自己品牌当中 内部自己的 规定 的规定 OK 所以他就必须要有他自己的流程 就对了 所以可能是不互相照面 也可能是 有秘密不能被知道之类的 这样子 没有以食品安全来讲 还是要隔开啊 也是啦 餐厅是不是要特别做额外的处理 因为餐厅本来就是 他有有水上的地方 而且他有那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跟保鲜的问题 洗菜的区域跟 应该是说洗手的位置 还有用烹调的水区都不一样 要把它隔开 他有食欄上的一些问题 还要排水啦 因为其实 还有油 油是油的部分 油是比较麻烦 要需要油 油脂的节流槽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排水的地方 油不能直接下去排水沟 然后他要有一个槽 把油给拦住了 这个是大饭店的餐厅 没有没有 101其实都有 101也有 OK 只要是厨房 然后有规模的 他就要留这个 因为 这应该是餐厅法规都有规定 都有规定 都有规定 不然环保局他会开发 我们刚刚聊的其实都是 大饭店 大型规模的 那个叫什么 定性定量 是 没有讲错 定性定量 对我很怕我那个 讲到后面都会忘记叫什么名字 定性定量 对 那问题是 这个就变成说 每一间都要有一些 区隔 区隔的话 小饭店是比较容易 造成这样子的目标 就是比如说 我们每一间有一个小小的主题 这种方式 有有有 这种设计是要怎么处理 处理的 设计处理的方法 其实很多 那当然也要看 本身业主的想法是如何 如果他 他可以让我们去做每一间 都有巧妙性变化 当然OK 那我们就会对于 在设计上的细部 比方说是门板 灯具 还有一些其他家具的部分做客 风格 就是艺术感受的部分 艺术感受会啊 比方说 A饭店 A房 它是怎样颜色 甚至味道 暗黑 颜色来分 用风格来分 然后或者是用 你的视觉性感受来做 视觉性或无感的方面 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对就是用一些比较客制化的设计 对于每一间的风格 都做不一样的展现 但是我要帮奶茶问一个问题 这个他非常非常关心就是 为什么有些饭店的灯 就是那么暗呢 我可能老花了 我真的很在意饭店的房间 我最近也会 我最近也会在意灯具的问题 你可不可以多放几颗灯呢 这样子 我间接光源我可以接受啊 但是那么暗我真的不行 因为饭店它的特质 就是希望你去休息睡觉放轻松 但问题是我商业旅馆 我就是商务旅社 就是我需要工作啊 所以你住的商务型饭店 还好 的灯光都是ok的 对 而且还有工作台的这个概念 有台灯啊 应该都会有一些台灯 台灯不够 那个台灯是装饰用的 真的不够 而且有时候真的你会 我都还带着LED灯出门 眼睛会很吃力 尤其是需要工作的人 对 然后像我曾经住过欧洲饭店 里面只有 大概只有一颗灯泡的那一种 床头 对 然后其他全部都是暗的 很可怕 清律房 不是那真是进去是回去睡觉的部分 这个也是跟风格跟业主要求有关吧 有有关系 但是一般的业主来说 都不会去强调灯光设计 我以为他省电 我指的是 我指的是指客房区 客房区内 但是浴室的地方 我们还是会着重于它的亮度 OK 浴室它有安全性 OK 所以跟安全有关系的 是比较不容易被省略的部分 是啊 奶茶这边想要提的就是说 你以后再设计犯件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定要讲我啦 要亮一点吗 在书桌区 要亮一点 至少有一区是亮的 对啊 我觉得 至少要有 它的要求是这样子 而且不可以没有灯啊 没有灯真的很困扰耶 真的 所以我现在出门都要帮他带 那个大型LED 全光棒 对 大型LED灯条 但是灯光的部分 会在外观啊 外观的部分 呃 业主他也会 希望他有一些吸睛感 大厅 你说公共区域的部分 对公共区域 会比较有这样琢磨设计 我今天的结论就是呢 设计感跟实用性 真的是敌对的 哈哈 而且很多的状况 都会因为业主的不开心 业主不开心 这就是 不是我们设计师可以做决定 对 所以你还是会屈服吗 这个部分 在设计的时候 硬要逼他讲 嗯 我没有说 嗯哼 就还是会趋向于他们的需求 是啊 但是 能坚持的还是会坚持 坚持住的 还是会把他坚持下去 有没有发生过说 好老娘不干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到目前为止来讲 还是不敢 哈哈哈 但是也许就是可能 这当然就是跟行规有关系啊 就是说你接到一个案子的时候 当然每一个设计师会 趋向于业主的需求 因为毕竟还是业主 他要去使用跟营运嘛 是啊是啊 要问一些比较好玩的 私密的问题吗 哈哈哈 那个上凉的时候啊 你们会不会去参与 会 建筑跟设计的人员会去参与 然后上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在台湾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仪式 一般是动土吧 动土我们会去 动土拜拜 对动土拜拜 嗯哼 那会稍微做个样子 欸你们有没有什么设计的 去 动铲子 哈哈哈 你们有没有设计的 呃 比如说行规啊 或者是说在你们这一个业界 在设计在参与饭店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做的事情 或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哦 不管是怎样空间性质的案子 我们都要拜拜 嗯哼 一定要拜 那万一他信徒弟 什么基督教啊 天主教啊 我们自己会拜 他们家自己不拜 那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做的 还是一个工程啊 所以都会 平安 对还是要求平安 会到附近的土地工啊 还有这个空间的位置 我们也会去拜地基组 拜地基主要有鸡腿便当 而且他的鸡腿不能切哦 鸡腿不能切哦 哦 规矩很多 嗯 小小小小小的迷信 哦 要大鸡腿 越大越好 那就土鸡腿啊 不是啦 因为他拜完之后 那便当当然要吃啊 我当然要吃大鸡腿 我为什么要吃小鸡腿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 好啦 我们这一集呢 谢谢Cat来跟我们聊了非常多 谢谢大家 饭店设计的 不关她的事 哈哈哈 不过我们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 有没有你真的很想知道有关于饭店设计的小问题啊 或者是疑虑啊 如果 我真的是跟你住了那么多房间的时候 开始归嘛 你讲清楚什么就跟我住了 啊 就跟你住啊 没错啊 就是跟我一起去啊 对啊 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你说 就开始看很多超级无敌小细节啊 连拍照都是 很好啊 那下次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 可以啊 可是你要 我们可以开三方的 我跟你讲哦 我是可能会那个戴白手套那种 对他很夸张 他一定要摸到一层不染的那一种 没有 没有到一层不染就是该 该干净的要干净 对 真的我没有办法 我可以接受你有薄薄一层 可是你不能有灰 嗯 哦好难哦 没有就有人有灰啊 有 亚都 有灰是 没灰 很干净 他讲那么大声还 还把人家名号念出来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你知道我会检查哪里吗 冷气孔 不是 电视后面 因为你要接线 对 床下面现在都独立同 所以没有办法去检查一些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我很怕 如果他床下是空的 我很怕玩下去 对啊 看到不该看的 比如说 袜子还好 哦哦 你如果看到不该看那会很可怕 那直接叫过来 哈哈 对啊 比如说嗯 好就这样 好啦这一集留到这里 非常谢谢Cat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麻烦也到Apple Podcast 然后帮我们做一个五星好评 如果有任何的评论的话 或者意见要跟我们讲的话 欢迎到奶茶的脸书粉丝团 或IG粉丝团 跟我们提供意见跟回馈哦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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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